这边猴子好像是没有回 这完了 这是阿乐要没了 这个位置 跳过去 直接交闪 猴子AQ杀不掉 那直接闪下一巴掌 这边猴子凯旋回血 没有死 这边阿乐 有点过分吧 这不 这不有点过分吧 地图全黑的上路 直接身上有两个眼 一个眼没放 直接轮个E就上去了 其实我没太搞懂 就是李宁为什么要半开门 我觉得是不是 哦 哦 what 这边猪女过来 怎么说 想拱吗 直接上去拱杰杰 杰杰这边没有分身 一个E被印住猪女 大 大了个假猴 当然猴这边阿卡丽上去 猴子没了 没了就死汗了 这边也得死 但是 这边弗兰朵 打掉了猪女 但自己能走吗 好像走不了 直接被贾克斯A死 我告诉你了 选紫色方 你选紫色方 你不用跟他打上中叶 兄弟 你选蓝色方 你还总在上中叶跟他咳 因为你下路本身 你也管不了他 你选紫色方 你可以选的不打上中叶 你发运你就赢了呀 你拿什么 跟别人上中叶赢啊 我告诉我 我问问你啊 你本身 伊利基这个队伍 能走到现在 就是完全靠 下路大跌 下路猛C 暴C 下路打团厉害 赢的 你现在你去跟他硬磕上中叶 你拿什么跟别人磕呀 我想知道啊 这样怎么说的 这边直接TP过来 阿卡丽 猪女过来了 开始捏 开W 你A下一个一动作 没有给大猪女 这位置 一个大 大到弗兰多 弗兰多这位置 应该是又要没吗 这边猫来了 但是阿卡丽这边 还好像大招快好了 这边再打 再打 大招好了 这边弗兰多这个位置 直接要被斩掉 好像没有斩死阿乐 在那关火 这边 露露也来了 直接给了阿卡丽的 一个大 这边晕住 Ska的 但是这边 阿乐自己没了 独云币 这个位置 怎么说 交了闪 被炸死 这边绿毛 感觉也活不了 一口毒奶 伊利基又好起来了 猫来的 实在是太及时了 我干 这边猴子 直接过来 一加 轮起来之后 这李宁 小龙都不会去看一眼的 我告诉你们 就李宁 现在是小龙 他能看都不会去看一眼 你喜欢是吧 给你咯 这边 过来抓Ska的 一个大大空了 阿乐这个位置 被留住 开了一个一枚 没用啊 也没有留住 这个兵女啊 留住这个兵女 没准还能跑一下 这边的话 杀掉了贾克斯 中路线 抓紧处理 还能够把中塔给点了 很急 李宁这边 真分夺秒 这边的话 直接过来 开始点中塔 这边伊利基 开始开大龙了 这位置打的速度 还并不算快 假打龙 真开团 应该是一个 但是如果你真不过来的话 那我就打完 这边的话 为什么不是 假大龙真开团 为什么不是先打着 这么着急开吗 这边的话 意思一下 垃圾不倒了 但是这波的话 也没多转啊 小龙本应是你们的 就 这波是用一个 阿乐的人 换掉了中一他 那我感觉 李宁能接受啊 这边过来抓他的 这边还有大 大助他的 这边他的怎么说 应该是不交技能了 这边被拿下人头 夹子直接TP到上路 继续带 这边的话 打大龙 打的巨慢无比 这边的话 想开团 这边是先手到了 绿毛 绿毛这边 给自己一个大猴子 这边过来开二轮 猫这边开大 黏人 弗兰朵这边 带着猫过来 黏Light 但是打不死Light Light这个位置 给了一个W Q 大招已经是 时间已经过了 这边是交掉了 全部的大招 你还要打吗 算了吧 这边是想去抓阿乐 阿乐这个位置 好像没有意识到 没了 这阿乐又死了 这阿乐 太亏贼了吧 摸大龙 大龙 大龙这边还有个 七天知道猪女 是没有Q的 弗兰朵这么变大 这把应该是要打到底了 弗兰朵去拍人 就拍走 这边怎么说 直接秒 这边秒掉了大龙 这边猪女 也没有一个 抢龙的一个角度 阿卡丽也是 交了自己的大招 拉开 小龙这边 还继续给 如果这把MVP赢了 我觉得 我觉得 我觉得是 我觉得是猫的MVP 好吧 这边 贾德斯 被一顿爆打 已经没有血了 直接被西味 一个Q刮死 这个位置 继续开始上高地 大龙buff 还有个30秒 感觉 李宁这边的话 应该是不好守 这边的话 一滴只想一波 这边的话 一滴只想一波 冰女 直接大了 对音笔 这个位置 斯卡特开了一个金身 这边 泽利还在猛 突突 这个位置 是不是要约得太深 这边 泽利还在突突 接接交了 闪现 泽利继续闪现流 打死一个假猴 但是 流不住更多的人了 好像 但是他们可以出来 吃这个 水龙 W 清一下兵 然后 冰女这边是拿 一座位移 一座 想要死 还在一个下落袋 这边的话 应该是回家出血手了 不可能出身份吧 不 买了个破剑者来打团吗 真的假的 阿乐 怎么感觉阿乐 点神志不清了呀 怎么 他们买了个破剑者来打团啊 然后这边 阿乐 继续 出个破剑者 过来打团 这边 直接开始开大龙 竹女 这个位置 有小龙的角度 马卡利还在家里 守家 有踢的 这边 想开团 他在一个Q拉开 赖特这个位置 直接滑一走 阿乐 怎么说 要被开吗 绿毛要被开了 绿毛 这个位置是没有闪的 直接被拍回来 死掉 阿乐 开了个大 一刀 外婆的脸上去 没有运作 这边 赖特还在输出 阿卡利 怎么说 感觉是打不赢的 阿卡利 直接被A死了 好像要 这边是差一点点 被A死 赖特还在一个 偷输出 很尽力的一个赖特 但是感觉 没有什么办法 这位大龙 只能再次 让给EDG 这边 对一臂 被 外婆 刮了一下 好痛 这边炸下来 阿乐这个位置 过来 想开团 怎么说 一到了后排 这边还在突突 赖特这个位置 伤害还不错 这边 纳尔很肉 继续打 这边开了一个金身 阿卡利已经倒了 朱尼也要倒 正面团 正面团完完全全 打不过 感觉是 赖特这边 很尽力的在输出 但是他的输出 就那么回事啊 感觉 这边直接被 好像闪现一棍 直接敲死 让我们攻击 这层面 手都还不了 兄弟 劣势太大了 主要是 贾赫斯选的 贾赫斯怎么说呢 兄弟 选的 我觉得还行 就那么回事 这玩的属实 是有点抽象 好吧 阿乐这贾赫斯 玩的属实 是有点抽象 咱就说 好吧 选的 我感觉就那么回事 阿乐 阿乐真的是 挺夸张的 上吧 他那个卡密尔 玩的还是挺不错的 这把贾赫斯 就玩成这样 我们人傻了 上线乃是天神 下线乃是平民 我感觉阿乐 属于这种 没什么办法 李宁这个队 一旦阿乐成鬼了之后 就赢不了了 打谁基本都赢不了 阿乐如果是鬼的话 打谁都赢不了 没有办法 他这个队 就是这样的一个队伍 我就没有见过阿乐 玩的巨烂 李宁赢过的 说阿乐他玩的巨烂 他那已经不是烂了 那是送了 好吧 就阿乐玩的巨烂的时候 基本都是 有点送的成分了 主要是最搞笑的 我觉得这些都不是 最搞笑的 你知道我觉得 什么是最搞笑的吗 就他最后出了个破坚者 然后TP 对面后面 绕后去了 我不让你们看着没有 要是我喝了口水 我感觉我真会喷出来 你知道吗 我感觉我真会喷出来 回家买了个破坚者 然后TP绕后去了 我靠 太夸张了 那不 那不真的太夸张了 而且是刚回家 正正好好回家 补一个破坚者 然后直接TP对面 后面绕后去了 那个是真的太夸张了 很少见好吧 我只能是很少见 真的是很少见的一件事情 谢谢大家